说起吴奇隆与刘诗诗的故事 太多的就莫过于各种花样的秀恩爱了 不过两人年龄相差16岁 所以导致大多网友都不看好这段恋情 但是看到他们现在这么恩爱 好多人肯定被啪啪啪的打脸了 不过这多夫妻在上节目时 却摆着了个大乌龙 直让人看得面红耳赤 节目上 主持人问吴奇隆 你们夫妻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而吴奇隆的回答令台下的观众 都羞羞大呼四眼好威武 吴奇隆说 只要晚上有时间 我都会和诗诗Z过几次的 这个回答瞬间让支持人蒙蔽了 连一旁的刘诗诗脸和耳根瞬间红透顶了 正当要佩服吴奇隆的时候 事情突然转变了 看着这么激动的观众和一旁脸红心跳的刘诗诗 吴奇隆急忙解释道 是两三次面膜 吴奇隆这话说的太令人想住飞飞了 不过他这一句话着实吓坏了旁边的刘诗诗 相比爱开玩笑的吴奇隆来说 大黑牛李晨是真的白 而且还是超级等值的男孩 范冰冰和李晨公布恋情后 首次以情侣的身份参加小S的汤熙来了 节目李晨的表现也让范冰冰手足无措 小S一向都是有话直说的这种直爽性格 在节目中小S大胆问 你们多久坐一次 机智的范冰冰一听知道是陷阱 于是装作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但没想到却被耿直的李晨强大了 李晨回答道 我从澳洲回来的第一天吧 当时全场都发出一片呼声 所有人都笑喷了 接着小S继续问 那你手都受伤了怎么做 李晨又如实回答 那就反手呗 这回答是够刺激的 这真的让一旁的范冰冰羞红了脸 急忙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有这么等值的男朋友 范冰冰要学着习惯尴尬了 而且自从有了李晨后 整个霸气范都没了 就像回到了青春少女一般 时刻炫耀着自己的恋情和甜蜜 从霸气的范冰成幸福的小女人 也只有李晨能做到了